下周日就是2019年的台北马拉松即将登场啦 今天这支影片我将告诉你们 关于台北马拉松赛前五个你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跟我走吧 那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台北马拉松这一天比赛是非常非常早出发的 全马的比赛是6点半起跑 半马的比赛是7点起跑 就是两个时间点之前30分钟你必须完成祭物 你才可以妥善把这个衣物袋放到医保车上 你的东西才不会不见喔 所以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起跑时间 知道了祭物时间 接下来往回推就是你当天要吃早餐的时间啦 那建议大家在前一天先把所有装备都先收好 当天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急匆匆的要出门 就哇这个没带那个没拿 这样就非常尴尬 所以前一天装备的清点很重要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装备点名啦 那当然比赛当中会穿的会用到的 先把它全部展示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清点一下 你在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漏袋了 没有准备到 所以前一天我会把当天要穿的衣服 先帮我装到医保袋里面 包括我的号码扣号码布放进去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比赛当中会吃的补给品啦 举例我在赛前都会喝的饮料 然后比赛当中我会吃一些BCA啊 或是果胶 能量胶 咖啡因 研定这类的东西全部装进来 还有比赛当中 因为你可能会跑得很狼狈 所以有一副太阳眼镜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也要带进来 你在赛前一天 就要完成你所有装备的减证 把东西都带完了之后 你在比赛当天 睡醒刷牙 吃完早餐 东西拿了 就可以到比赛会场啦 那比赛当天呢 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两个小时 起来吃你的早餐 举例你是拳马族的同学 你是六点半起跑 那你大约在四点半以前 就要完成你的吃早餐这个动作 那早餐通常我个人的饮食习惯的选择 会吃平常习惯的东西就好 不要特别吃什么 啊我等一下跑拳马 我特别吃好一点 结果你在比赛的当下 你可能就因为消耗不良 导致肚子痛 所以我个人的饮食习惯 我通常会在比赛前 吃一个白吐司 加一个黑咖啡 然后就会到比赛会场 然后比赛会场的时候 通常赛前30分钟 我会在吃BCAA或是红牛 这类的补给品 来帮助我待会的比赛 可以发挥得更好哦 所以提醒大家 你在比赛前两个小时 一定要完成吃完早餐的动作 那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水站啦 当你看到水站之后 很多人都习惯 慢慢的走进去 拿起来 喝 再出发 你可能在每个水站 耽误了1到2分钟的时间 一场比赛下来 你可能就浪费10到15分钟的时间 再做喝水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看到水站的时候呢 请你跑步进去 夹了水 出水站之后 调整好呼吸 再做喝水 很多人呢 会习惯拿完水直接往10里灌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呛到的情况出现 因为跑得很喘的时候 呼吸调节没有很顺畅 还喝水进去 这个时候水往下 气又出来 就会开始出现 咳嗨 咳嗨的这种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 你看到水站的时候 开始往人群的里面挤 那你找到吃站的位置 取完水之后 出水站 调整好呼吸 再喝水 喝完水 才把杯子丢到垃圾桶当中 那当然水站设计 通常会有前面是水 后面是运动饮料的情况 建议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先喝运动饮料 再喝水 因为喝完运动饮料 会有点生痰的这种现象出现 这个时候你喉咙有痰 跑起来会很不顺畅 所以先喝运动饮料 再喝水 然后出水站 那建议大家 拿水的时候 要用三个指头 食指伸去杯子当中 中指跟你的拇指 是把杯子夹起来 这个时候水才不会漏掉 那也不会有那种 你跑一跑 拿起来整杯水都灑光 没有水喝的情况 所以建议用夹的 才不会让你的水都漏光 那第四个你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这场比赛当中 还是有些许的上下坡 在一些高架桥的部分 你需要有上上下下的调整 那遇到上下坡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提醒大家几个重要的小诀窍 当你遇到上坡的时候 稍微把你的手夹脚缩小一点点 摆快一点点 把步屏变快 步屏变快 步屏变小 就可以减少你在上坡的时候 所消耗的体能喔 那相对的 在跑下坡的时候 稍微把你的手放低一点点 把步伏加大一点 频率变慢一点 你才不会因为频率太快 导致可能软脚跌倒出现 下坡安全第一 好不好 要平成绩上坡的时候 夹小一点 跑快一点点 频率变快 步伏缩小 你就可以在上坡的阶段 超过很多走路的这些步兵喔 那第五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比赛当中呢 补给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相信你们在这几周的训练当中 一定会遇到 你在15公里 20公里 可能会有肚子饿的情况产生 甚至你在25公里的时候 会觉得开始有点想抽筋 然后开始跑到头晕目眩 撞墙期的情况发生 那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呢 举例我在20公里的时候 都开始会产生肚子饿的情况 我就会提前在30分钟前 举例是16到18公里的时候 就做热量补充 特色我就会选择果胶 来做一个营养补充 当我吃下果胶之后 我会开始有一点饱足感 我在20公里的时候 我就不会有特别饥饿的感觉 让我开始有软角的情况出现 所以记得 在状况发生前先补充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参考你过去 这几周的练习经验 你可能在几公里 多久时间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来做适当的补充 那当然除了能量胶之外 我也会做一些炎定的补给 因为在电解值的补充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会把果胶跟炎定 做一个交叉补给 在30分钟或1小时的时候 做一个交替使用 让我身体的状况 可以延续的更好 那当然跑到后面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 撞墙期的情况产生 这个时候 我就会拿出 我的救命恩人 就是咖啡印度 因为我在跑到后段的时候 我可能会因为 身体状况 已经开始往下滑 然后各方面精神 也都很不济的情况下 开始配速往下掉 我的动作也完全走样 这个时候的成绩 就会受影响 所以在我觉得 我已经跑到快不行的时候 我就会拿出咖啡印 来补给一下 那补给完咖啡印之后 你会重新获得能量 这个时候 也会让你的专注度 可以再继续提升喔 讲那么多 这些补给品的营用时机点 就是你一定要看到水栈才吃 因为吃完这些东西 你喉咙会生痰 会很黏黏的情况 对于你的呼吸 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建议大家 当你要吃这些补给品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前面的牌子 已经有300公尺处有水栈 才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吃 进去水栈 漱口就出发 才不会影响你在 整场比赛当中的配速喔 OK那以上就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台北马前 五项你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相信你做好这五个动作之后 你的台北马一定可以 再快十分钟喔 那我们就台北马当天见啦 掰掰